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近期所试的两款矿泉水啊 最近呢试了两款水分别是这个农夫山泉 那就是这个啊 这个墨崖泉的这么一个天然矿泉水 还有一个呢就是西都山泉 西都山泉呢是来自于恩师御度的老家 就是来自于恩师的那个什么猫耳洞啊 我看看啊 啊帽子洞 源于恩师帽子洞 这是西都山泉是一款这个西形水啊 这个农夫山泉呢是一个片桂酸为主的一个矿泉水 这两款这两款水啊它的这个TDS值呢都比较低 像这个农夫山泉呢它只有这个35 而这个西都山泉的更低只有24啊 嗯 以长白山这一片水源地他们这个矿泉水呢 都是以这个片桂酸水为主 然后是低矿化的 因此呢在冲泡大部分茶的时候表现的还是都不错的 农夫山泉这款水啊它后面所标注这个数值呢 其实和它新出那个长白雪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我比较怀疑这两款水呢就是同一个水值 我是换了个包装啊 农夫山泉呢虽然顶了一个农夫的名字啊 但是它并不是农夫那样的憨憨 防不胜狂啊 不是这不是前段时间呢 还说它为了和这个元气森林搞竞争 在这个渠道上动手脚嘛 好了这个题外话我们不扯啊 我的天哪 这两款水呢 它的这个适应面积的都是蛮大的啊 和以往一样呢 我设铁观音红茶绿茶生谱手谱 盐茶白茶和瘦梅这八款茶 那么西渡山泉呢 它在冲泡铁观音红茶绿茶生谱和白牡丹上呢 都还是可以的都不错 那农夫山泉呢 是在这个绿茶红茶白牡丹生谱和盐茶上的表现 它是可圈可点的 哎这两款水它这个适应的茶呢 都比较接近的 唯一是在这个清茶上面啊 就是这个西渡山泉呢 它冲泡铁观音会更好一点 哎香气啊 滋味更方便更棒 而这个农夫山泉呢 它冲泡盐茶会更好一点 比铁观音强 你说生谱和首 你说冲泡生谱和首谱啊 牡丹和瘦梅它们之间有差别啊 比如适合冲泡看牡丹 比如现在我发现呢 适合冲泡生谱 那么它首谱就会差一点啊 适合冲泡这个 白牡丹呢 它泡这个瘦梅 就会差一点 这是和这个茶叶的等级啊 有这个明显关系的啊 但是你说这个水啊 同样是适合冲泡这个 红茶绿茶白牡丹和首谱 但是同样在清茶上面呢 哎浓湖山泉就是盐茶更好一点 西渡山泉呢 就是铁观音更好一点 所以你说这个水它神奇不神奇 你不把它试过去 你都很难去猜测啊 比如你看红茶绿茶都觉得是没错的 然后觉得这个无论是这个 发酵程度低一点的和高一点的 它都应该能驾驭 结果到了这个清茶上面 它就翻车了啊 一个适合做清稍微轻一点的 一个适合做清动一点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 适合冲泡生谱的 同样会适合冲泡舞弹 适合冲泡这个手谱的呢 同样会适合冲泡手谱 现在呢这个我吃的水还比较少啊 就刚到五六款 样本的这个容量呢还有一较少 都不具体代表性 那么等我把这个二十来关的水都 吃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规律 好了今天就这么多啊 室内才只有15度 你看我都穿着有红服呢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乖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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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鸞,土,华,土,花,土